看到赵丽颖出现在新闻在联播的镜头里 才知道当初说她猪嘴的导演 有多么有眼无猪了 在中国艺术家大会上 赵丽颖一身正装 扎着低马尾 自信满满优雅得体 她那小小的身躯 却展现出了大大的能量 从官网放出的视频可以看到 这次大会邀请了文艺界的各行各业 赵丽颖作为后起之辈 不仅参加了这次的会议 还当选了第七届的理事 这种种迹象足以看出 官媒对赵丽颖的肯定 不仅如此 在大合照环节 赵丽颖站在第二排非常显眼的位置 看来她一直都在努力 朝着优秀的前辈靠近 看到这样的赵丽颖 不禁想到 这不就是和幸福的真实写照吗 和幸福是赵丽颖 在幸福到万家的一个角色 在幸福到万家中 幸福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 经历了职场婚姻亲情等多种的考验后 最终成功蜕变为女强人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 赵丽颖也是凭借自身的实力 从岌岌无名的龙套演员 摸爬滚打最终成为了 娱乐圈内的顶级明星 但是在成名之前 她经受了好多娱乐圈的嘲讽 就因为一张喝酒的照片 竟然被贴上了土包子的标签 因为赵丽颖无论出席什么活动 打酒杯时都是把手放在酒杯上 因此很多人都觉得赵丽颖根本就不入流 嘲讽啊 她是从农村出来的 如今的赵丽颖 已经逆袭成为了顶流女星 代表作一步接着一步 彻底打脸的那些曾经看不起的人 赵丽颖做梦都没有想到 明明自己被央视轻点去演电视剧 怎么到头来却被全网黑了 要知道这部剧 可是央妈联合很多传媒公司的 改编了乐剧的经典曲目追鱼 追鱼传奇的剧本 就着这样诞生了 要知道央妈出品 必然是精品 如果要是选了劣质艺人来出演 不仅不会有收视率 可能还会砸了招牌 所以央妈选女主角 直接放弃了当红的流量小花 《新环朱格格》的播出 赵丽颖饰演的秦儿 获得了无数的好评 她那圆圆的脸但十分可爱 她跟剧本中红灵非常适配 就这样赵丽颖进入了央妈的视线 于是央妈就邀请了赵丽颖 来担任这部戏的女主 为了更加突出红灵的身份 和活泼可爱的性格 剧组在服装上也下了很多功夫 服装多半是以红色系为主 至于眼角上的那两抹红 也是剧组为了让红灵看起来更像一条鱼 特地加上的 这部号称古装三地人鱼神话的追鱼传奇 特效上没有采用往日的实景搭建拍摄 而是在绿幕前拍摄 龙宫是后期制作的 可谓是不费一砖一瓦 就将龙宫的圣景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绿幕拍摄时 可谓是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 但是赵丽颖一出场就像小太阳一样 满眼都透露着纯真和善良 但是做起事来又带着妖精中的狡黠 在拍摄时赵丽颖非常努力 即便是在艰难的水下部分 赵丽颖也演出了那悠哉悠哉的画面 正是赵丽颖这拼命三娘的镜头 也成功地让她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赵丽颖的眼光到底有多独特 经纪人竟然拦都拦不住 如果不是她的一意孤行 或许很多观众就看不到 从书里走出来的小谷了 当初花千谷的导演在筹拍这部剧时 就一心想要找一个最合适小谷的演员 并且表示自己并不会为了流量而改编剧本 所以她选择了在社交媒体上投票 让观众选出更适合演小谷的人 很显然赵丽颖的票数很低 并没有进入观众的期望里 但是当时的制品人 却觉得赵丽颖非常适合出演这部剧 即使当时的赵丽颖正在遭受 全网地嘲讽 但是当时的制品人唐立军 还是觉得赵丽颖就是最佳人选 所以就找到了赵丽颖的经纪人 跟她约谈花千谷这部戏 但是对方却觉得片酬太低拒绝出演 唐立军只好另做打算 准备邀请网友投出来的女一号时 得知消息的赵丽颖 在看完剧本后 不顾经纪人的反对 单枪匹马地就闯进了主办方的办公室 这才重新拿到了花千谷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个角色 赵丽颖经常顶着40度的高温 穿着四五层厚的戏服 热出肺子晒到中暑 那都是经常的事 但是赵丽颖却没说一个不字 好在赵丽颖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完美地演绎出了花千谷 前期的俏皮灵动荡 后期的霸气威武 她都演得唯妙唯笑 这才有了从书中走出来的小谷 也正是因为赵丽颖 那次不谦虚的毛遂自荐 才成就了现在的赵丽颖